由你寡人来一大眼 集结了30年的生命经验 泰亚族作家瓦利斯诺干 终于在今年5月发表了一本散文诗集 张开眼睛将黑夜撕下来 打破主流社会对诗的限制 并以泰亚族的口述传统为主体撰写 另外瓦利斯诺干更成为了 宣传台中式文化底蕴纪录片 原来在这里的主角 展现圆明文学家在台湾文化内涵中的重要存在 并在6号下午举办了散文诗集 继文学生命之旅纪录片的发表会 与大众分享自己的创作历程 我还是承细着我的创作的基底 就是为第三世界的人民发声 为原住民主自己本身去做发声 其实还有更大的部分是揭穿很多历史 被历史所掩盖的那些事实 他得非常非常多的奖 但我问他说那你当时是为这个奖去设计了什么吗 他说没有就是自己追逐的那一个民主的认识 而这个题材就召唤了很多的群众去认识他所认识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揭露片原来在这里 更呈现瓦利斯诺干从就学以来 接触到不同族群的求学过程 一直到他回部落认识自己文化后 各时期的心境以及他所关注的议题 如果我们可以把文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 代入在生活中所诠释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智慧 跟他的经验跟体会的话 那再透过文字的这个部分 更能清楚的了解在地方上的一些文化 或是民族他的生命力 老师们的一些分享 然后可以理解到就是原来台湾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 其实它背后有很多个脉络就是去构成的 是一个多元性的东西 所以对我而言是感触很深的 就是关于部落文化 还有一些就是我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我会想要更认识 60岁的瓦利斯诺干不曾停止对自己家乡 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更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上 将文学用主流社会可以理解的方式 不断地扩充打破限制 进而展现出拥有自己文化底蕴的文学体制 于是新闻 怎么的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